另外針對這個民調 國會大現場也要來好好討論一下 國會大現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立委李德維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 大家早安 我們來看到昨天 有一份TVBS的最新民調出來 侯友宜的民調繼續當老三 但是已經有很多份的民調 都顯示侯友宜就是位居在第三 這看起來對國民黨而言 是一個非常大的警示 但委員你怎麼解讀這份民調 到底為什麼還是老三 跟未要案有關係嗎 跟整合有關係嗎 還是說在演講的部分 論述沒有辦法清楚傳達也有關係 我想其實在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知道 侯友宜市長是一個比較慢熱 然後非常誠懇的人 他不會劃眾取寵 他不會講一些刺激性的語言 基本上他就是好好的來做事情 所以這一點是他的人格的特質 也是他的風格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不諱言 當然在現在選舉 這樣子非常的綜藝化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常常必須要做秀 甚至於講一些刺激性的語言 才可以獲得所謂媒體的青睞 所以當然在這邊我想 侯友宜市長在這個部分裡面相對的弱勢一點 當然另外一個部分 現在這一段時間也是侯友宜市長跟國民黨內各個系統全面接軌的一個時間 所以他必須花很多的時間來拜訪不管是黨內的大佬或者各個地方的人士 所以這地方也用了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想不諱言他現在所透露出來的訊息跟新聞是比較平淡的 所以當然也會對於所謂的民調數字有所影響 但是我們相信陸瑤之馬力日久見人心 侯友宜市長是這種可以好好做事情的人 我們對他有信心 對的確在整合的這個部分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那當然還有最近碰上了這些新北市府的市政上面綠營狂打的這些亂流 所以當然也是影響到這個侯友宜的民調 可是當然是慢慢要調整回來的 那當然另一方面侯友宜現在也開始就職工民進黨了 那昨天他特別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民進黨利用媒體操作 然後就是行訴一個把軍公教當成米蟲的這樣的一個形象 當然講出這句話之後呢 民進黨馬上說侯友宜你在造謠 你公然造謠 那委員你怎麼樣看待民進黨的回應說侯友宜在造謠 我覺得侯市長一個人沒有辦法造謠 我這件事情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大家可以看看過去民進黨在所謂年改時候 當時對於所謂軍公教的那種唾竊跟不屑 甚至於把他們形容為成為米蟲 我覺得所有的紀錄都在立法院有發生 所以民進黨也不用現在這個就是非常的尷尬而導致於想要翻臉 那我覺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民眾都看在眼裡 因為侯團隊其實昨天有翻出過去那個政務委員林萬億 他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針對這個米蟲的說法 那他也有特別提到說 這好像也算是一個事實 所以這樣的話到底民進黨到底要怎麼脫身 怎麼現在才形塑一個很耐國軍的這樣一個形象 對 所以我講應該這樣講 其實對於民進黨而言 讓人覺得啼笑皆非 過去他們對於國軍 包含我想當時洪仲秋事件的時候 蔡英文是如何的羞辱國軍 如何的來打壓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所有的紀錄都在 那現在搖身一變變成了總統 變成了執政者 然後就對於所謂的軍公教 彷彿是一家人一樣 我覺得其實所有的紀錄 或者所有的回憶都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或許現在年輕人他比較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大多數30歲以上的人都有感 的確就是民進黨好像每次都遇到選舉 遇到選票就轉彎 從這一次的這個軍人 軍公教 還有在過去的那個台商也是 你過去一直擋台商 不讓他們回來 回來到台灣這邊來看病 那結果你現在又突然說 大陸會辜負台商他們的付出 他們的努力 所以就是看起來民進黨就是說一套 又做一套 那另一方面大家也在看 是不是國民黨有辦法來主攻釣魚台這個議題 畢竟柯文哲先前就有特別的提到說 漁民在乎的是漁權而不是主權 可是最新的民意已經顯示出來 超過七成 認為釣魚台是我們的領土 對啊 那這樣的話 柯文哲已經被打臉 那賴清德又更是遇到日本就軟腳 那這個部分是國民黨能夠來加分 對我想其實在這個部分 國民黨的態度是非常的堅持 不管是侯侯儀市長或是朱文主席 大家都非常堅持中華民國的主權 所以對於釣魚台的部分 我們也是寸步不讓 所以在這個我們真的非常的遺憾 柯文哲當時在日本那樣媚日講了相關的話 就是漁民重視漁權而不在意主權 我覺得真的令人啼笑皆非 這樣子的人講出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真的會對了中華民國 甚至於只是讓人覺得就是一個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的政客而已 那我覺得真的令人覺得非常的痛心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賴清德主席或者副總統 其實你應該要堅持中華民國的憲法 與中華民國 而不是總是把中華民國當作一個借殼上市的工具 只是在想著台獨 所以在這個釣魚台的這個立場上 更是必須要來做表明 但他應該也不太敢吧 畢竟台灣有時候日本有時候 他們跟那個日本的關係這麼好 感覺應該也不太敢說什麼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倒是覺得其實你要站穩自己的立場 跟日方表達態度 我覺得日本人反而會尊重你 但是像賴清德 像柯文哲這樣卑躬屈膝 這樣子想要見鬼說鬼話的人 我覺得日本人反而會瞧不起 覺得你就是過去被我們殖民過的次等國民而已 那我覺得這樣子反而沒有辦法 等於說抬頭挺胸 其實對於我們中華民國而言是非常的可憐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柯文哲跟賴清德應該好好的自我反省 是 好 我們今天謝謝德維哥的把握時間 謝謝 謝謝 好 可以看到侯友宜現在的這個民調 還是排在第三名 那當然德維哥有特別提到整合的這個部分 還是需要時間 整合之後這個民調是不是會慢慢的起步呢 而另一方面有關於這個釣魚台主權的部分 到底侯友宜能不能夠也開始來主攻這個話題 慢慢的把這個選戰的節奏自己拿回來 希望能夠讓自己的民調再往上的提升 不要面對到這種邊緣化的危機 以上我們這一集的國會最新